《密語者》入維阿斯卡紀錄片短名單 女書它是來自湖南江湧的 這樣一個非常閉塞的地方 女性不能上學堂裹小腳 所以用她們自己的方式創造了一種文字 只是在女性之間傳播和分享的 好多年前,美國有一個作者叫Lisa C 寫了一本小說叫《雪花蜜善》 看這段小說的時候,對我特別震撼的是 女書能夠給女性提供這樣一個空間 把她們最內在的、最脆弱的、最壓抑的那部分去表達出來 當一個女性,她在出嫁之前 她有很多的姐妹都為她寫這個《三招書》 她所經歷的有哪些的苦難 她是多麼美好的一個女性 出家的村子裡面的女性 她們就了解了這個女孩子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建立一個非常深厚的情感的連結 這一生都有姐妹的情意圍繞著她 我其實不想做一個歷史體裁的紀錄片 《密語者》通過她們兩位的故事 呈現出我們當下女性所面臨的困境 女書她一直遺著愛怨的苦情文學 無心生活在湖南江湧的本地的農村 她是女書的一張名片 帶著女書在全國各地做宣傳 她也是家裡的一個頂梁柱 身上承載的也很多 包括我老公我也是跟女書認識的 我們不是想懷小孩嗎 她想懷個男孩 我也覺得有壓力 因為女書對兩性關係 對自己的未來的發展 有一些不一樣的認識 這一段路的轉變上 何彥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吧,相熟 對家人好想哭,女好想學 好甜啊 她的女子我學女子,我要做應該啊 女好就讓我去進裡面 庫穆是生活在上海的一個都市的女性 跟胡信學了女書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她在一段關係當中 她的抉擇到底是選擇進入這段婚姻 還是實現自我價值 當下的女性都面臨這樣非常激烈的一個矛盾和衝突 我們都表達的是,我們可以成為養牛娃的媽 也可以成為工作上特別厲害的女強人 但是這背後所要付出的東西 誰又看得見呢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女書有一個起點開始訴說 這個是我當時想要做這個片子的初衷吧 每一次在國外做放映 她們能夠找到跟她們情感相通的一個地方 有一對夫妻是在非常白人的社區 那個先生跑過來跟我講說 有一個驚醒的一個感覺 她怎麼樣在家庭生活中重新審視 妻子之間的關係和她怎麼樣做一個父親 其實西方跟中國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母親這個角色還是付出的比較多 看過這位片子的女性在全世界各地 她們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去創作作品 表達她們對於女書的敬意 我們收集了大概600多幅 在線上的一個博物館裡面展示出來 我更想關心的事情是女書的這個精神 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傳遞到當下女性的心裡面 去尋求和其他的女性有更深層次的一個交流 把這個社會對女性的認知變得更好 天啊 天啊 請問點